世界上偷猎量最大的哺乳动物——穿山甲 在过去的十年里至少有100万只穿山甲被偷猎与非法买卖 一直以来人们都盲目相信穿山甲鳞片有要用用途 可实际上并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持它们的功效 只能说是某些人为了利益而夸大其词 而它的鳞片只对它本身有着重要作用 这些鳞片就像铠甲一样坚硬 据说小口径步枪都难以击穿 每当它们遇到危险时就会立即把自己团成一个球 哪怕牙齿再锋利的食肉动物也奈何不了它 它还能够转手为攻 当遇到大型食肉动物时 穿山甲就会控制肌肉 让鳞片进行切割运动割破敌人的嘴巴 最神奇的是穿山甲鳞片能够进行自我修复 研究人员发现它们的鳞片部分分子 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互相连在一起的 它具有保留对最初形状记忆的能力 这与飞机上的黑匣子原理相似 不过需要用水才能唤醒记忆 因此穿山甲只要找到有水的地方 就能够激活鳞片的自我修复 此外穿山甲吃的也很讲究 明明个儿头那么大 主要的食物却是小的不能再小的白蚁 平时一顿能吃500克左右 这对于蚂蚁来说不亚于灭顶之灾 当然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也会去吃其他幼虫 最后需要提醒大伙 穿山甲属于保护动物 小心牢底坐穿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